资本圈校友势力排行榜出炉 反映出各大院校校友在资本市场上的影响力 民校毕业生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愈加重大 近日新财富发布2020年资本圈核心之群毕业院校TOP50 清华排名第一 北大负担上财人大紧随其后 入围院校中31所为985院校 44所为211院校 该榜单通过统计各高校毕业生在公募基金经理 证券公司分析师A股上市公司董监高 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私募基金信托公司高管等岗位中的人员数量 以此判定其在资本圈的影响力 今年共有10类资本圈核心之群共计于21,000人纳入调查范围 清华以580人力压北大和复旦 由去年的第三名跃升为第一名 而北大校友占据576人 以4人之差排名第二 今年的新上榜TOP50院校中共有4所 分别是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而深圳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 今年则跌出榜单 榜单名字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国科学院 从去年的35名上升至15名 在地域分布上 北京成为资本圈校友势力最强的城市 共有12所高校上榜 在资本圈核心人士的救度专业中 经济学 理学和管理学成为最热门的前三名 值得关注的是 金融工程专业和电脑专业进入专业前十 反映出近几年银行券商等企业 对资讯化人才的重视 体现出资本圈人才结构的新趋势 简连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